美魔女胡文英经常透过社群发文与粉丝网友们互动 日前她首度公开了 过去遭到熟人侵犯的经历 胡文英16岁的时候与当时的男友以及男友的好兄弟 三人之间的感情非常好 还认对方为干哥哥 某天对方告知男友受了很严重的伤 目前在朋友家 于是他焦急的跟对方 经到一栋公寓房间后 对方却突然锁上了门 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对方对胡文英告白称 已经喜欢他很久了 接着强行对他侵入 期间胡文英不断挣扎尖叫求救 对方直接用手掐他脖子 另一只手捂住他嘴巴 导致他一度呼吸困难 感觉濒临死亡 胡文英当晚被速度侵犯 让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如今选择公开这段经历 是希望能警惕所有女孩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迎来不少网友留言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